這個檢榮中也是我們這個 立委初選的競爭對手 所以這個我最後的溫柔 就是不特別多說幾句話 那其實針對這些表演 其實各個縣市政府都有 如果要挖挖不挽嘛 你說相關的這些人 反正這個他要去做招標 他一定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有問題 反正議員可以質詢 甚至是說去這個檢舉告發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任何一個縣市政府 都是一樣的情況 那現在談到最近這個 這個基隆東岸的這個廣場的事情 其實我們一切要從頭來看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樣的爭議 我同意確實二月一號 這樣子的執法 是法性我們值得討論 因為過去曾經我們也有接受過 狀況就是說這個加以秉方 甲方把房子租給了乙方 然後結果乙方又再轉租給秉方 那這個甲方跟乙方合約終止之後 秉方突然繼續這個站在裡面 然後這個甲方要去點交的時候 秉方就跳出來說 不行不行 你甲方要對我負責 各位你有這個租過房子 或者是親戚家人朋友 有的你都知道這個概念 甲乙秉方 甲方跟乙方簽了合約 那跟乙方終止的時候 秉方又再跟乙方簽了合約 那當然這個權力也相關消失 這個權力義務也相關消失 也相對的消失 結果秉方現在跑來跟甲方說 你要對我負責 講真的整件事情 我覺得Net也算是蠻無辜的 他應該要去求償的對象 應該是大日 他要去告的是大日 因為為什麼 這整件事情 最近我覺得有點這個 這個有理說不清 我們大家平心靜氣的來聽 就是說二零一六年 基隆市政府跟大日簽了合約 那個就是大家一直在講 五加三加二 一開始是簽五年約 然後你五年到了 你會評鑑 如果過了才會再簽三年 三年過了會再簽兩年 那問題是二零一六 一簽約之後呢 大日拿到這個五年合約 加三加二 他是可以優先續約 但是要符合這個評鑑的條件 不是說你一釘就拿得到 那你就直接簽十年就好了 可是在同年的二零一六年 大日又跟Net簽了十年的合約 請問一下 我跟你簽了五年的合約 我可以跑去 我以防可以去跟丙方 簽十年的合約嗎 你怎麼可以預判得到 你加三加二一定拿得到 這個是第一個 讓人起人疑問的地方 第二是Net 就是因為拿到十年合約 所以他馬上就去蓋了 這個二到四樓 蓋了二到四樓 他二零一八完成 二零一八完成 各位如果你本來的房子 你一樓你加蓋了 這個二到四樓 那你會過四年 都沒有去做產權能登記嗎 這個是兩個最大的疑問點 所以後來的爭議 就是在於說 大日沒有辦法拿到後續 加二的合約 那Net我覺得 他們一定有那一部評估過 我蓋了這個二到四樓 也花了不少錢 他們可能就是預計 可能需要十年才有辦法回本 那少了這兩年的 這個傷害很大 所以說他們當然是希望說 可以去爭取一些 但我覺得問題就是在於說 大日沒有辦法拿到後面 加二的合約 才有現在大家在吵的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最核心的 就是說人家在講說 二月一號只把這件事情 之前我剛剛講的懸浮的案件 要去強制執行的時候 這個秉方 秉方跳出來說 現在是我在佔用 你的合約 你只能對秉方執行 不能對我秉方執行 結果這個執行官也很怕 也很怕 執行官說 那不然你們再去法院打訴訟 甲方棄的鑰匙 甲方棄的鑰匙 奇怪房子是我的 他合約到了 結果秉方現在站在裡面 然後我還不能去執行 但確實 這個我們的法律規定 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不是要鼓勵大家 去學這個不對的事情 那我的意思是說看起來法律保障 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基隆市政府在執法上面 有沒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我覺得有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他們那一天 你說這個謝國良 聽取簡報 然後這個警察局 然後去執行 強制點交等等這些 捍衛基隆市民的財產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 他的職責跟態度所在 如果他今天不去做 會不會一樣嗎 人家在質疑說 那你謝國良是不是怠惰 你到底在幹嘛 是不是跟這些人有私相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整個要還原 不是說當然現在已經上綱到 這個政治工坊 所以大家只在注意藍綠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 對於基隆市民來講 他們還是在乎說 這個應該是屬於 基隆市政府的財產 應該是屬於基隆市民的 不能被特定的廠商給佔有